好的,当我们完成了所有的配件部分之后呢,需要把帽子稍微的整理一下 一定要让帽子的左右和正身的这个位置是属于一个对称的状态 看到了吗?你看,你这边是留这么宽,这边也是这么宽 然后中间整理好,它就自然形成一个帽子的原有状态 是一个圆圆的形状了 然后我们就要将帽子和耳朵缝合在一起 因为它是一个小松鼠嘛,所以它和耳朵呢是比较靠近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啊 另外,我们还要给它向内 就稍微的这样一点啊 你看,两个尖尖稍微有点相对着这样的啊 这样的缝,而不是这样啊,那就不像了啊 要这样的缝合 第一,要让它往里侧一点 第二,要让它这样 稍微的啊,往内侧来一点 这样它更像一个小松鼠的造型了啊 我们依然是用细针和细的线来缝合这一部分 一定要沿着这个帽子的,这个耳朵的这边沿着一圈来缝合啊 我之前提醒过大家 你看线我还在这预留着啊 我们一定要这样的缝一圈 跟它这儿缝合在一起 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只缝一个点啊 好了,现在就要正式的开始缝合它了 不能离得太远啊 为了表现出它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小动物的这个特点 所以我们缝合的时候一定要让它 离得比较近一点 而且两个耳朵呢,还是 啊,小虎之间有贴合的那种感觉的啊 好了,找好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就给它正式的开始缝合了啊 要注意 千万不能把帽子的两层和它缝在一起啊 要让帽子的单层和它在一起啊 非常结实的缝合在一块儿 而不能是把帽子双层都缝上了啊 缝合另外一侧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啊 这样弄过来 然后把这个粉色的部分掩藏在咖啡色里边啊 在翻过来缝的时候 要求就比较高了 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不能缝歪了 我们要拿之前的所有的位置啊 做一个参照物 来 规划着啊 往上面缝 千万不要 你翻到后边的时候就全都忘了啊 不要一下子将所有位置都缝完 要一边缝一边给它摆正看看你刚刚缝的那几针是否正确啊 如果不正确的话 那就要通过你近针的位置来调整它的角度 记得了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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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缝 一边看你这个位置是否正确了 如果觉得有些地方缝的不够好的话 那么在第二圈的时候 还有一次机会再次的调整它 知道了吗 你看我们缝到这儿呢 基本上是第一圈就已经完成了 通过你第二圈进针的角度 以及拉扯这个线的力度 你完全可以将它的 方向 以及距另外一个耳朵的距离 做一个微调 记住了啊是微调 实际上我很想 我很想呢 自己单独下去呢 把另外一个耳朵缝好 但是我们这个时间还不够 因为缝合第二个耳朵 它会非常的容易 但是在缝合第二个的时候 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我们要 必须保证 第二个耳朵 与第一个耳朵是一种 非常对称的状态 这样才可以啊 基本上第一个耳朵就这样了 我准备缝合第二个了 如果做了加固处理 你完全可以在缝线的根部啊 就将它剪断 没问题的啊 我们从里边摸一下啊 很好 调整好它的原有状态 然后我们就要缝合第二个耳朵啦 你看我之前也是预留了 这个线在这儿 因为小松鼠的耳朵就是这样的啊 它有一点弯实寸 这个耳朵呢 应该再小巧一点才好 更像这种卡通形象 但如果太小的话 这个粉色占的比例太少的话 我反正都觉得不够漂亮了啊 哎呀 这真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课题啊 必须要挑战它 我们之前先把这位置往下拉一下啊 整理好它 为了让它有这种啊 你看QQ的像里的这种效果啊 往里多拉一下这个 这一部分啊 你包括这一块也是 它这样就更像一个 小松鼠的耳朵啊 我觉得有必要记住 尺子再量一下 我量一个弯着的距离啊 沿着这个边啊 十九厘米 我们好好看 这位置割的对不对 也是十九厘米 刚刚好 好了 那我就把你缝在这个地方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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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第一行呢 完全是为了先固定住它 让它按照这个原有的这个样子呢 来跟帽子先有一个充分的接触 到第二行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属于我们在调节它的角度 以及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啊 我们在调节的角度上就好 谢谢观看 还好吧 好了完成之后呢 由于刚刚我们做了加固的这几针啊 所以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筒呢 从根部给它剪掉 好了耳朵完成了 下一步呢我们会完成它的眼睛嘴嘴等等各个位置啊 下一个视频再见